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现在孙中山150周年诞辰 我觉得正好可以把这些年来 关于孙中山 包括关于从辛亥革命一直到现在 我觉得你们学术界一直就有很多争论 昨天王萌老师讲到的一个话的尾巴 这个尾巴也是个话题 这个话题我觉得可以用一个电影片段来表现一下 有个电影叫《宋氏三姐妹》 里面就是孙中山临终前 被抬在这个病态之上 有这么一个小段子 我们可以看一下 好 怕什么 孙中李白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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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队 拜队 万岁 万岁 万什么岁啊 中国人什么时候才会明白 皇帝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挺好 但是显然至少有一部分中国人现在还没明白 还没明白 这一直在留恋 我看到很多人学者 比如包括取消革命论 甚至认为你这个辛亥革命有什么必要 非把溥仪皇帝给推翻了 当时的一个历史 要不说历史是偶然还是必然 咱不清楚 但是当时历史的合力当中 有一个很大的力量 就是君主立宪 最后有人惋惜 就说功败垂成 那意思就是说如果要是君主立宪 如果今天故宫里还有一位 咱现在情况完全不一样 黎老师 您怎么理解 这个就是空想 我是无法想象 对 空想 黎老师你可以想一下 就像刚才我们私下聊天的时候 您也设想过 若果孙先生多活二十年 对 是吧 这都是两个事 我说多活二十年是怎么回事 我觉得从历史来说 从孙先生他的历史定位 历史角色来说 我觉得他真是太好了 对 刚才我说第一他是号角 第二他是旗帜 然后等到比如说大革命 北伐战争完全成功了 北伐战争一成功 马上国共的分歧就严重起来了 这个是走我们现在用的这个词 就是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道路 还是走社会主义 因为当时社会主义已经成了气候了 已经干什么了 而孙中山这个时候 他就是底下这道难题 他没有参与 相反的我们可以从孙中山的著作中找到一些非常动人的东西 我上初中的时候 我很感动的是他的最后一封书 他给列宁的一封信 那封信真是写得非常感动 就是我已经生命摧尾 在这个时候我想起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我想起了列宁 你们的成果就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我的成果就是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只有一个真正的朋友 就是苏练 我的江南元 当然这个是谁替他写的 咱们闹不清 弄不好 不能是他自己写的 应该不是 而且弄不好 因为他的思想跟晚年的思想跟王老师说的有点差异 我们先听王老师讲了 他弄不好 还没说是什么陈公伯 汪精卫 不止陈公伯就是汪精卫 有可能 这两个人后来都当了汉奸 这历史 您别较劲 你要较劲说这是汉奸 这个不是 他没当汉奸的时候 你不能说你是汉奸 当年刺杀 人家说的不是汉奸 王宁卫当年也是个革命青年 有志青年 您说 我就说 刚才你说的他那封信里面的很多关键词是很有意思的 包括他说 我们没有朋友 我们的唯一的朋友就是宁苏埃 他这封信 我不知道聂宁看过没有 但是聂宁对孙中山的评价我们是知道 聂宁是说孙中山天真如处子 讲的有意思 什么什么 天真如处子 天真如处子 哎呦 他是个这么个人 真伟大 真是 第二个就是关于聂宁对 不是关于孙先生对苏联的态度 他其实晚年是有变化 就是他的右翼的 国民党右翼的很多人指责他 指责他向那个 池色苏联靠得太近 赤话 太赤话了 对 他当时就是说了一句什么话 他说 我们就像一个掉在掉在水里的人 向岸上拼命的呼救 但是英美这些帝国主义者不理咱们 捞到手的稻草我抓住了 这个稻草就是苏子 他这么 他是做了这么一个比喻 哎呦 他说的也 也其实挺伟大 对 还有他 我觉得他晚 您刚才讲他多活20年 其实这个话呢 我为什么要提起你说了 我听过我的北大的一个历史系的老师也也说了这么一个历史假说 他说如果孙先生多活5年就可以 他说就会怎么样 有很多问题他就能解决 就是关于那个西北来的这支意识形态的力量 他有他的办法来化解 包括我们我们现在很多年轻人包括学者都在指责孙中山晚年走向独裁 走向个人崇拜 但是世界上孙先生晚年他是有反思的 他 他为什么他病成那样他要抱病北上去跟段庆瑞和谈 而且他的遗嘱当中 他有遗嘱当中 并不是说最重要的不是汪精卫给他理的革命尚未成功 他 我觉得遗嘱当中最重要的是和平 呃 奋斗救中国这些话语 对对对 是吧 还有他的国民革命 余致力于革命革命四十年 这个国民革命词语在孙先生那 他其实是牢牢的惦记在民权之上 嗯 是个人的觉醒 而不是说我们说的什么阶级革命暴力革命 所以这个我觉得他 所以孙先生晚年思想的这种变化我觉得是应该注意 哎 真是 所以现在很多人呢 揪着说一个人呢 往往是我觉得有一种这个口拒派 对 某年某月你说过一个什么话 对对对 其实我一点就有点不太服 我说人昨天和今天思想都会有变化 没错没错 你又看到一个人会不能看死了 针对性也不一样 针对具体问题 是是是 但是呢 我也是看到一个你讲列宁 我看到一个学者的分析也很有意思 嗯 就说这个他建立的党 嗯 孙中山呢 他搞这个中华革命党 因为对袁世凯不是失望了吗 对 四家宋教人案发生 当时跟这个黄兴步发生过争执 啊 他就是说中华革命党 他说我们之所以功败垂成 因为我们这个党啊 嗯 是那种民主式的党 这种党啊 干不成事情的 我们现在要革命中华革命党 必须听我的 他一玩真的 他就 玩真的 甚至最后要宣誓 对 宣誓到最后甚至都有什么话呀 这个他宣誓的词叫如有二心 嗯 甘受极刑 对 就 他们就说啊 到后来呢 呃 不管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 都走了一个列宁式政党的这么一个组织的路子 嗯 而在最早很有意思 这就关系到所谓君主立宪 嗯 就袁世凯那个时候搞的什么呃 议会啊 国会就梁启超他们这些人呢 他们那个党啊 嗯 更像是他们所理解的英美的这种党 嗯 就是party 就俱乐部 对对对 这种党 它不是一个组织严密诅咒发誓的 要要要革命的这么一个党 它更像是那么一个党 后来他们就说你看在辛亥革命之后 形势的发展 嗯 使得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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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党魁吧 嗯 它不是他个人的愿意 还是实施的发展 都选择了一条列宁式政党的道路 嗯 而在最初呢 其实本来是要学 啊 英美式的 英美式的这种君主立宪 甚至说总统是总统权力更大呀 嗯 还是议会权力更大呀 嗯 那就争这个 嗯 哎 这个事儿你们怎么看 王老师 都不敢说话了 真是个太大的问题 哎 这个这个 我我我我我也说不清楚就是为什么这个历史的车轮一一单那个启动 它就越来越左 越来越左轻 而且我就就就就就我我我我我不是选这个卖弄啊 就是说我我我确实是我个人很好奇的问题 嗯 我看到一些这方面的文章 它很有意思 你要注意啊 啊 孙中山他之所以了不得啊 就是因为他的思想资源里头 我觉得不完全是西方这一套 哦 你说有鸿门的 有这个 对 对鸿门的嗯 甚至于还有中国的这个共和嗯 王道 孙中山讲王道 他很有意思的 他把西方式的民主啊 嗯 跟这个中国周朝的时候 咱们知道共和这个词是周朝的时候啊 来的 哎 他觉得那是王道 嗯 什么叫这个 真正的王道呢 是和谐的 嗯 是征求意见的 嗯 是共商国事的 对对对对 他是是政治协商的 其实他把这两个东西 给结合在一起 然后这里边说的就有意思了 当年是梁启超他们搞议会啊 搞什么 想搞的呢 是英国的君主立宪 嗯 但是慈禧太后他们这帮人呢 最后弄来弄去弄来弄去呢 弄成了一个明治维新 就是日本式的改革 明治式的改革 嗯 而这两个啊就特别有意思 他们说周朝的时候的这个共和呀 他更多的是这种实际好多方国 嗯 这一个大头 然后他就天下共主 是这样的一种机制 反倒是到了秦朝才真正的 就是说皇帝 嗯 就是一统天下 到了秦是皇嘛 那么当时中国的形势是什么呢 满清最后发展出来的 他实际上更是秦秦制 就是秦是皇的这个 对吧 义人就统治天下 对 反倒是日本的明治维新呢 他更像是进行的类似秦始皇室的改革 嗯 就把权力集中于 那就是明治天皇 嗯 在此之前呢 反倒是日本的这种幕府啊 对对对 就是那个时候倒有点像 周朝的时候 共和 所以你看 他是这几个东西搅和在一起 最后你看 自己在后他们这个私心 就皇族内阁呀 嗯 什么的 就是说这个权力还是在我 对对对对 所以他们包括立宪党人都感到失望 于是最后跟革命党人走到了一起 嗯 是不是这么个逻辑 这个 这些啊 我确实没有什么发言权 但是我觉得呀 孙中山呢 他参与这个革命的活动 嗯 领导这个革命的活动 越多 在中国他谁都会碰到一个问题 嗯 第一中国需要强人 嗯 第二中你革命的力量需要枪杆子 啊 你如果 你对枪杆子你抱否定的态度 革命者就会处于一个被突 被屠杀 被排斥的这么一个位置 呃 这这种的 这个发展的这个路子啊 其实跟俄国在这一点上是一样的 嗯 为什么就刚才说这个俱乐部式的党 对 和这个像这个苏联 联共苏共列宁式的党 嗯 因为 列宁的主张就是 就是什么呢 就是说这个无产阶级 除了组织以外 对 没有别的武器 嗯 无产阶级您一个对一个 您斗不过资产阶级 是不是 人家个儿长得比你高 对 身体比你好 有钱 有武器 有军队 有一套法律的制度 对 而且呢 他们都智力得到高度的开发 你无产阶级怎么可能斗得过资产阶级呢 但是无产阶级一抱团 一有了组织 就是高度组织化 高度组织化 我一个人一下令 这些一呼百应 一呼万应 一呼十万应 百万应 我觉得这不一定是无产阶级跟自然阶级的一种关系 我觉得任何一个革命党可能都有这种特点 都有这种特点 他就靠人多势众 对 我想起了华盛顿 嗯 就是那么多人 他在战时还是把权力委托给华盛顿 战时总司令 等他把英国的这个跟英国的战争打打打赢了 他又收回权力 就大家还是可以吵 就是华盛顿他有这么一个好处 就是这波人也很厉害 各个都是精英 是吧 联邦党那批人很厉害 所以他们在战争状态 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实习一个 类似于革命状态 我可以把权力交给你华盛顿来 在指挥我们 等这个事结束了 你可以把权在 我们再拿回来 孙先生他面对的也是一帮精英分子 但这帮精英跟孙先生的关系没有到这种程度 你包括孙中山真天被张太炎骂 被陶成章骂 是吧 所以为什么孙中山后来他痛感中国人的那个 所谓的素质 国民素质问题 他不是 他他举了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他中国人连会都不会开 不会开会 所以他 他不会开会 所以孙中山就一直要求中国人能看西方的一个叫罗伯特意识规则 我们当时他自己发言叫民权初步 他这是建立民权的第一步 先学会大家怎么商量事儿 这叫开会 如果连会都不会开 那只能是谁嗓门大 谁得上风 或者说谁有极端的权威 谁才能够 才能笼得住事儿 他跟这个能力有关系 孙中山那个理论还是非常重要 对他来说非常重要 分成三个时期 军政时期 军政时期就是 当然就是要靠专政的力量 硬的手段 硬的手段 靠枪杆子 还是靠枪杆子 军政时期 他因为他认为 他同样的也认为 在中国想搞点什么改革 反对力量是非常大的 你没有实力 你根本就做不到 然后训政时期 就是你说的 就训练吧 什么叫开会 什么叫举手 什么叫投票 慢慢学吧 谁得学呢 第三个叫什么 宪政时期 宪政时期 这是他的一种想法 台湾国民党政府 他走的这条路 基本上还是孙中山这条路 军政 训政 宪政 国民党到了那儿 他情况又发生变化 他原来他军政时期 训政时期 他没有考虑到他会被轰走 他也够惨的了 国民党现在是被民进党训 简直对 现在他也训不成别人的政策 对 但是你刚才讲的一个 就是说这个国父 华盛顿 我倒想起这挺有意思 就是这次特朗普选举 有人就翻出来 就是说在建国之初 这种民主理念之争 就翻出国父华盛顿 华盛顿和杰斐逊 所以华盛顿和杰斐逊 这两个人其实后来就不合 革命成功之后 就断了私交 为什么呢 就是说华盛顿认为 还是要有精英的 就华盛顿认为还是要有贵族的 因为华盛顿是贵族 他认为国家永远需要贵族来看守 因为贵族代表着为国分忧 舍生忘舍 所以就像是美国参议院什么的 他华盛顿认为应该有这种精英政治 在看守着这个国家 不能完全交给人民 但是杰斐逊的有一个理念 就是像今天说的绝对的一人一票 他认为人完全的平等 没有什么精英什么屌丝 彻底的平等 这方面孙中山其实有点研究 因为我上中学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公民课 国民党时期已经读孙中山的建国风 他有一个理论 这个理论也还有点意思 就是权与能 你知道吧 权是人民的 但是人民有权不等于有能 他就好比坐汽车 权是我 我是坐车的 我是出钱的 您现在说打地 全在我这 但是能是司机的 您听明白这个话 我不能说是我有权的 我来开 我开过两分钟我就撞着 不能压死几个 或者自己也被压死了 可是老司机又能控制得住老司机 如果老司机他蒙你呢 我可以把他的全夺了 你把他的全夺了 我换个司机 我换个司机 所以他这个 你说他这个分析 反正我当时小孩 我小孩 可是我觉得他能讲得通吧 您说这道理 他这些道理 你说他是跟欧洲学的吗 他是自个人也琢磨住的 他应该也是琢磨 因为他读书也多 他应该是吸收到很多 他绝对是个天才 所以我原来有个看法 当然其实很多人也同意我这个看法 就是说中国革命为什么这么多灾多烂 是因为这些革命的先行者 当时没有思想资源 只好自己去提供思想资源 你像英国革命 他在那之前他是有启蒙运动的 法国革命 他之前是有百科全书这些运动 是吧 美国革命之前也有联邦党人这些 吵架的那些成果 他是给大家启蒙一次 中国革命 辛亥革命之后才过了七八年 才有五四文化运动 新文化运动 才为这场革命背书 是吧 新文化运动的最重要的就是 那个个人的一种觉醒 个人的独立发现 这个其实是为孙中山的国民革命做背书的 但是这么多的知识精英 他是滞后于孙先生的革命 对 如果他在之前做出来 那么孙先生他没有必要自己还在那写建国方略 写建国大纲 是吧 他有很多人帮他分担这些革命工作了 看把孙先生给累了 对对对对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再说说孙先生这个天才之处 没有没有没有 我就是说 就是说从新文化运动 滞后与辛亥革命几年 可以看出孙先生当时借助的思想资源不多 只能是靠他自己一人的 一人的我觉得他的才华 他的视野和他的冲动 对他的冲动 包括他的个性 我觉得他的内心经常沸腾 我感觉 对对对对 但是这个人确实是很了不起 我今天我倒觉得 孙先生比我们当代的很多精英 无论是政治精英还是知识精英 还是企业精英 好 有一点就是他对西洋人那种平视的眼光 他人格上是非常平视 包括我们现在 现在有很多人又开始对马克思 马克思在做方案 另外一波又对马克思 是看得非常崇拜的五体投地 马克思的那些东西 我年轻生也读过 为他的那种思辨的诗话的语言 就是觉得那也是个天才 但是你看孙先生对他的看法就很平常 他觉得是个思想家 但是他说他是一个病理学家 不是一个生理学家 他看得很那个样 什么意思 就是他对资本主义的诊断 哦 他是个病理学家 对 西方现在也有流行这种说法 就是说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的病理 他的病态 对 他的这个缺陷 他的危机 整理的都非常对 嗯 但是呢 他并没有给这个社会能够很具体的 嗯 开出一个药方来 嗯 或者开出一个健身 健身方法 说你有了这个 按这个要练起来啊 对 你那些毛病就都没了 对 因为马克思他也没到这个程度啊 他只能他就是在欧洲上空放出一个幽灵了 对 但是前几天那个法国那个大哲学家叫巴蒂欧嘛 嗯 他对特朗普精选得胜他之后他发表一个演讲 他在重提这个共产主义 啊 很有意思 但是他是在于 他是他认为共产主义虽然被这几百年的这个血 血腥的这个东西这个这个电污了 嗯 但是他还是说他说共产主义的有些原始的东西 谁说这算不算无产阶级通过议会斗争 哈哈 不是 他又从那个 从那年美国发生那个什么次贷危机啊 对 西方又出版了好多马克思的书 嗯 而且有一些就是用一些试图用心的角度 但是用马克思的观点呢 嗯 来分析现代的这个资本主义的一些问题 和可能产生的呃危险 可能产生的麻烦 嗯 这个这个现在也有 这个孙中山呢 还有一个 我觉得咱们呢 嗯 就是就是包括咱们现在 嗯 就对他的这个精神遗产呢 嗯 我们整理的 研究的 消化的 或者是利用的 我这利用的词没有坏的意思 利用的并不够 对 比如说我就老琢磨这个 他说知难行义 嗯 这一下子就就给大家都说懵了 对 因为一般的就是说你说着很容易 是知意行义 对对 是知意行义 可是他说知难行义 为什么呢 他看得出来中国这一个几千年的这么一个古国呀 各种就是对社会的偏见 对人的偏见 对政治上的偏见 是吧 对这个修其置评的偏见太多了 是是是是 你想扭转这个 就像刚才那个电影 王帝的时代 他说你想不让喊万岁 不行 类似的这些东西还多得不得了 比如说国家你得靠圣人 光圣人也不行 一进入实践 圣人必须还是强人 对 对 内圣外王 内圣就是你心得是圣人 但是外你是王 王是什么意思 你有实权 就是所谓的菩萨心堂心霹雳手段 有权与能 这霹雳手段这玩意 弄推愣了 对 但是为什么你看 往往都是这个霹雳手段 他最后好使 他留下一个什么样的历史经验 是 就为什么这个狠点子 最后都成了 对 是 这家伙慈悲呢 柔情 理解的 他会说他的初衷是对的 是 是